就是他 这贺道士可是个能人哪 上之天文下小地理 本事大了 这位大人五官端正 全骨高耸 这女人全骨高 杀夫不用刀 男人全骨高 必定逞英侯 您这位大人全骨就高 主于三大 哪三大呢 就是义气大 胆量大 志气大 至于这义气大怎么说呢 就是说 你拿钱不当钱 欲朋友真交 好了好了好了 这江湖上的客套 咱就不说了 听吴会长说 你挺有能耐的 不知 你有什么真本领啊 圆光寻物 专打鬼胎 什么意思啊 圆光 圆的就是 如何偷来运气 专打鬼胎 就是打得邪魔外遂 光说不练 嘴把事 现在 我就有一桩难事 只要你把他给我办成了 必有众谢 你们找谁啊 是他吗 你认识他吗 你就是上次跳河的那个姑娘吧 带走 你们干什么 爷爷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要干什么 柳花看人家跳河寻思 偷了人家包袱里的五十个大羊 什么事 人这也带来了 有什么话 镇宫所说去 带走 你们 你们干什么 柳花 柳花 不诬 这就奇怪了 他为什么不诬陷我呢 你救人的时候 旁边可有别人嘛 这可就不好办了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倒是我自有辨别真假的妙方 你可愿意一试啊 我愿意 那好 请把你的手伸过来 好 好 你在这里跪着 把你的手伸出来 掌心朝上 如果你偷了银子 这个字 静太阳一晒 就会自动消失 如果你没有偷过银子 这个字呢 静太阳一晒 就会越来越清晰 过了三个时辰之后 我要来查验它 你可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好吧 那我们就出去吧 这法子到底灵不灵啊 上完物走 等他反手中一来 自剑分枭 镇长 反手中求剑 请 好你个反物 你亲人太甚 仅仅我拼掉这把老骨头不要 也要跟你分辨清楚 我孙媳妇呢 你马上放人 干什么 叔叔公 这柳花剑材起义 偷了人家包袱里的五十个大羊 他自己都招了 您老 还在这儿喊什么冤呢 我招了 柳花姑娘 银子还在你手上吗 在 在我手上 书叔公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此事可大可小 您老也知道 这偷东西可是要下大狱的 我不信 你们一定是驱大成招 我会儿他不可能偷东西 驱大成招 这柳花就在领路 小伯 您问问她 爷爷 站住 站住 柳花 你没事吧 他们没有打你吧 爷爷 我没事 他们没打我 柳花姑娘 银子还在你手上吗 在呀 在我手上 叔叔公 您老可是全听见了 他全都招了 好 那您说这事 该怎么办吧 你说该怎么办 那镇东头那块地 原来你是在这里打算的 不忙 不忙 您老好好考虑考虑 只是这柳花得留下 还要签字画鸭 在牢里等候发落了 好吧 我答应你 何道士 果然是出手不凡啊 在下佩服 你想让我怎么谢你啊 这 出家人 又不捉金钱之介 贫到什么也不需要 这这 樊大人啊 收下 收下 好 那既然如此 那就算是范镇长的 一点香火钱吧 哎呀 老大师啊 上次你所说的那个 圆光寻入 我反腐坐镇清河 不知还能不能够到县里 混个官职荡荡啊 啊 使徒有所 怎么说 此地风水与大人不利 必须得开 还有 大人命令不带走音 唯一的破法就是 再去八门亲室 要八字合适的女子 二八一十六 六六大顺 方能助大人一臂之力 好 既然如此 那一切就按道士所说的办 听清河镇的老乡说 这个反腐 不仅强强民女 滥杀无辜 而且 坏事做尽 这很多老乡 有亲戚的投亲戚 为亲戚的就出去逃难 整个一个镇的人 剩下的还不到一半 你嘴里吃瓜怎么了 吞吞吐吐的 快说 还有 还有就是我们家的弟 被那个反虎王八蛋 霸占了不少 听说爷爷 爷爷怎么了 爷爷被弃的 大病一场 哥老子的 我杀反虎 我犯哈尔是 为人 哈哥 我们这是不是学皇帝老二微服私访啊 我说 我们要办也办个像样点的 你看咱们这样多寒酸哪 哈哥 人家想扶风锅光的骑大马回家嘛 有情况 干什么的 这么犯的 脱 干什么 一个一个的检查 干什么 难道 快来看啊 哎呀妈妈呀 这民国的城里多少年了 怎么还出了你这么个怪物啊 你这家伙呢 放你奶奶的鬼玩臭屁 老子的英雇我没带在身上 存你老子的鬼窝里了 都别动 谁懂他就死了 不动 千万不动 这老子的晴天白日 脱人家裤子 这是哪一条道上的规矩啊 英雄有所不知啊 凡镇长 急着一心要娶妻娘子过门 可镇长的姑娘们 躲的躲 逃的逃 实在是没有合适的了 我 我怕你们是女扮男装 女扮男装 老子现在就让你女扮男装 好 我也不断 我把这手的衣服 去回来 老子 扶住 快别 老子 你给人帮我 不要 你请 dreaming 你去河 赖个宝 烂泥酒他们会合 让他们带上部队连夜进起河寨 是 范勇 到 你带另一队捉拿妖道和吴会长 别让他们溜了 是 老巨公 你也办啥 一会儿我们去闹闹反虎大人的洞房 你叫什么名字 你把衣服控制脱了 我就告诉你 看样子 你比我还急 你还是先告诉我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卢家叫卢花 卢 卢花 卢花 嗯 哎呀 不好不好不好 这像个咬姐的名字 你 你好大一双脚板啊 你 你这腰 又是跟 跟水桶一样的嘛 嗯 你懂什么呀 腰粗 有腰粗的好处啊 啊 有一次啊 我去井边打水 一不小心 咔嚓 摔了一跤 我就往庭里摔下去了 还好我腰粗 把我卡着当空间 要不然呢 今天哪里的卢花 你的娇妻啊 哎呀 你看你 你看你这双手 这比 这比熊掌还要肥啊 就你这种货色 还好意思 叫鱼花 好意思 就你龟儿子那熊样 不也叫反虎吗 你谁啊 哈哈哈哈哈 老熟人你都不认识了 老熟人 是有点面熟啊你 嘿嘿 老子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烦哈尔所以 你是人是鬼你 嘿嘿 老子是捉鬼的钟鬼 你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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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跑得快还是我的枪子快啊 凡虎 报应到了 爷爷 不好了 我们家门口来了好多兵啊 凡虎还是不肯放过我们呢 我们该怎么办呢 凡虎终于冒出来了 让我跟他拼了 爷爷 还是我去吧 赵纪公 叫什么呢 爷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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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怎么回事 爷爷开门 爷爷开门呐 开门 爷爷开门 怎么叫都叫开 闪开 让 爷爷 爷爷开门 开门呐 爷爷开门 我给你 你给你 我给你 你给你 我给你 刘花 是我 我是哈尔 你是人是鬼啊 我是人 我还活着 刘花儿 哈尔 花儿 我回来 哈尔你回来 你快回来了 爷爷 哈尔他没有死 爷爷 哈尔回来了 哈尔回来了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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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哈尔回来了 咱非常好 秦姑 等我 提大家 这孩子 爹爹 爹爹 一家人 怎么能说两家话呢 注意点吧 爹爹 饭好了 可以入席了 这么快啊 我请出师来 办了一桌酒大碗 难得咱们全家 吃一顿团圆饭 包括哈哥 大力带来了 爹爹 宋儿给你备了一份大礼 什么大礼啊 大虎 你知罪吗 把村长饶命啊你 宋祖公 您老饶了我这一次吧 我把村长还你 民团团长还你 鲍哥多爷还你 从今天结果就是说对不起我父母的事 也不会对不起您了 我宋祖公 乡亲们 今天 我凡哈尔给大家演一出戏 戏名就叫凡哈尔复仇祭 走日的凡虎欺负我们凡家 腾害清河镇的老百姓 今天 不要相仇家恨一起报 大家说要不要杀凡虎 要杀凡虎 要杀凡虎 好 杀凡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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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这凡虎啊 毕竟是刨鸽人家 咱们把他枪毙了 他不太合适 对 对对对 对对对 对 您看您 不是刨戈人家吗 要我看呢 那就按照 舵爷您给我们定的规矩 来个三刀六个眼 三刀六个眼 白勇 你小子也太多了吗你 你犯哈儿 仗着人多势众 逞什么英雄好看 老子死了也不放过你 你说什么 大虎 你不服 豪哥人家 规矩还是要讲的嘛 二哥 大虎 你不服是不是 咱俩过不招 你赢了的话 我就放 至少空拳 不放冷枪 纯属人家 绝不拉西白带 伊鹰 团里 你不为…… 你不买了 团里 叫什么 鬼儿子 来 你白蛋东西 你还试着狗哥吗 狗儿子的故义儿子 爷爷 您喝茶 爷爷 您老了 头发都白了 爷爷 哈尔现在很后悔 小时候没听您的话 没好好读书 哈尔现在心里很难受 心里酸酸的 哈尔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爷爷 要那样的话 哈尔就不走了 留下来陪爷爷 你真是个哈尔哦 爹爹老了 没什么想法了 能看见你平平安安的回来 福福何求 老天爷总算没付咱们樊家 哈尔 哈尔啊 这些年来 这家里头 里里外外 全靠着柳花 没有他 没有他 这个家早散了 爷爷 我早就成了一堆骨头了 爷爷 能摊上这样的好媳妇 是咱们樊家的福分 更是你的福分 是 好好地带她 带上她 走吧 哈尔 时间不早 换衣服睡觉吧 你先睡吧 我不愧 梁花 你跟我一起走吧 去哪儿了 我部队打到哪儿 你就跟我到哪儿啊 梁花不想走 我知道 梁花 你心里一定很恨我 梁花心得不合 梁花明白了 在你的心里啊 我就是你的姐姐 不是你的呢 这都是梁花的 不愿 梁花 你的身子还是干净的 我去跟你爷爷说 让他帮你找个男人回来 我会把他当亲哥哥一样对对的 要不然 你这辈子会守活寡的 哈儿 以后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了 我老了 无所谓了 我永远都是你的女人 我 我就守着爷爷 给爷爷养老送住 然后 然后 我就给你看着这房子 你 你 你在外面闯荡得累了 倦了 你就回到家里了 这个家里 永远都是给你遮风避雨的地方 梁花 你永远是我的柳花 你永远是我的柳花 我永远是你的孩儿 我这辈子 都是最近 最近的亲人 梁花 哈儿 哈儿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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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有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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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打他 哈哥 我都打了几百拳 手都酸了 没多大劲了 下去 我来给我拔引 来 下一个 小子 回去吧 回去吧 你个子太小了 经不起他一拳的 你不要小看人 龟儿子口气不小 半永 找回头 好 注意了啊 不算不算 再来再来 我还没使劲呢 我的手 这小子挺厉害的 好小子 好小子 叫什么名字 狗娃子 哪里人 大巴山 大巴山的 那么远 怎么跑到大珠县来 投我的部队啊 凡哈尔的兵 不抢穷人 放肆 放肆 放什么肆啊 说得好 嘿嘿嘿 小子 你怎么知道 我哈尔的兵 不抢穷人呢 凡哈尔的兵 抢过我们家 啊 是谁啊 是谁啊 就是他 想过什么 一袋玉米 你吃鸡 对 我是抢过他们家 不是 你把所有的东西都还回来了 不但给了我们大洋 还在我们家门口磕了三个小头 那是哈哥叫我们干的 凡哈尔是好人 跟着他能走正路 大巴山上的人都这么说 今天这里大部分都是大巴山上下来的 好 你就留下来 给我当个警卫员 先去新兵连续练 好 你叫狗娃子是吧 这名字不好听 你姓什么 我姓杨 姓杨 我给你听个名字 有杨伟 杨刚 你就叫杨雕吧 好的 你现在是军人了 我回答 是 是 买热闹的吧 你看 乌蛋姐 快点 乌蛋姐 我们去那边摆东西吧 去看看 快点啊 我的个妈呀 这婆娘长得真漂亮啊 好像是春来剧舍的 听说今天下午啊 他们要在茶馆里头唱戏 要不吃完饭 我们去听听好不好 好啊 来 来 走 大少爷 你叫我们 有件事 好为难哪 哎呀 你先说说什么事嘛 我呀 看上了一位姑娘 我想娶她做老婆 可又不知道 该不该娶她 不明白 不明白 唉 这位姑娘啊 又年轻 又漂亮 心还善良 可哈尔我呢 可哈尔我呢 已经有了一位名为正娶的柳花 再让我娶她来做小 太委屈她了 好为难哪 啊 嗯 那你也不问问人家愿意不愿意 就在这儿瞎操心 对呀 哎 嫂七公 嗯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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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还 consultant 你Jean 有三堂 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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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石头 三堂 三堂 有花有脸 风似乎 心想小草 口感我 一会儿 我想跟这位小姐一起唱一首 没这个规矩 我们唱戏就靠这个吃饭 我给钱还不行吗 二十个大人够不够 十个不够 高级公 给钱 谢谢 谢谢 去吧 你骂谁呢 谁该挨骂我就骂下 好好的一出戏 就让你们这些丘八给记住 你小子招打呀你 你们仗着人多就欺负人 不算异性 你这小呆俩还出什么英雄好 这怎么打人呢 你怎么打人呢 你怎么打人呢 你干什么呢 别打人 你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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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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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住手 我们走 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要不是大哥你 我早就废了他了我 你还有脸说 我让你们去是撑门面去了 你们倒好给我来个大闹天宫 哈哥 唱戏的最在习行头 要不然你送他这儿行头 对 哈哥 这个戏班子太寒酸了 不成 你就送他们几身行头吧 这主意不错 扫机工 你去吃饭 进来 进来 牡丹姑娘 二是军三团 少校副官操机工 奉樊哈尔团长之命 前来送礼 大少爷 你就别转了 我晕 晕不死你啊 好 哈哥 回来了 回来了 送的东西他收下了吗 收下了 太好了 他怎么说 他说啊 这当官的还不打送礼的呢 他让我谢谢你 嘿嘿嘿 那请他吃饭他一定答应了 嗯 他说 快说 嗯 嗯 嗯 他说 最讨厌别人用全是压人了 嗯 要是想请他吃饭的话 就直接说 现在 沈子 这个臭婆娘太不吃台具了 吓我一跳 你懂什么 啊 牡丹姑娘 那是骑女子 人家那叫 不为金钱所动 以前我听爷爷说 绳巨木断 水滴石川 金城所至 金石为开 我说大少爷 如果你要是能这样的话 我保证那个牡丹姑娘 他一定会答应你 金石为开 牡丹姑娘 怎么又是你们啊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哎 你要干什么 你别动 你要干什么 嘿嘿 牡丹姑娘 我要让你看看我的真心 还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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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比老子还硬气啊 少爷 只有这一根了 没有别的 滚 扫尽工 哈哥 那个先别忙 先开这个 少爷 您太长了 回去我给你算账 樊团长 你这是干什么 姑娘 你有所不知 我大哥 我们团长 是想用神剧木段 七十为开的诚意 来感动你 对呀 感动我 为什么呀 请你赏个脸去吃个饭吗 就是为了去吃一顿饭呀 樊团长 我看你真是实心眼 只要是把这个木头 还有石头给弄开了 本姑娘早就饿死了 是的 看你有心 走吧 谢谢木南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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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现在兵荒马乱的 谁没有有个落难的时候啊 是 秦琼当年还卖过马 郭二爷还走过卖城呢 不许欺负他 是 是 带游 带他吃顿饱饭 换身干净衣服 是 是 是 谢谢 谢谢 军爷 谢谢 军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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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走吧 没看出来 你还是个大善 我凡哈尔落大的手 发过誓人 有诏一日东山再起 绝不欺负穷人 穿属人家说话 绝不老戏百代 哈哥 师父紧急公文 既然有紧急军务 那你赶快去吧 折饭吧 改天再吃 好 我们回去再说 是 市长 这凡哈尔我早有所闻 只知道装傻其实是个人精 市长 你可得小心点 他呀 我明白你的意思 凡哈尔杀了凡虎 断了你们好大一条财路 你心里一直惦记着怎么整他 白鞠 白鞠 我可是有言在先 党国现在正是用人之计 小不忍则乱大谋 你最后还是跟他化干戈为玉伯 想想怎么成大事是正经 市长 市长教训的事 我白鞠不跟他一般见识 我确一定计对 手 и尽 臣 boo